樓宇不斷竄出火焉 募集民眾在好幾個街口外 就發現失火了 這個大型社區 有將近600戶的住戶 住在裡面的有將近1000人 三樓陷入火海 民眾急忙逃生 社區中庭全是住戶 還有人來不及逃難 困在樓上 整棟大樓13層 民眾說疑似是三樓的住客 在家中縱火 房子裡面燒東西 然後我會發現狀況是因為 下午下午我就下班到家的時候 發現警告在響 聞到浴室有煙味 消防隊把火撲滅後 到三樓發現一名男子遺體 離事發現場相當近 不排除就是民眾口中 縱火的嫌犯 是三隻翼的開始在燒房子 然後也有聽說那位住戶 是独自擋 在近兩個禮拜之內 精神狀況已經不太正常了 對 然後五天之內 聽說已經報了七次 已經要送到機構安置 可是因為機構滿床 所以今天下午三點 又被送回來 死亡火警就發生在台中西屯區 黎明路三段上 六月七號晚上六點多 當時正式下班時間 民眾報案社區公寓突然失火 56歲男子獲救時已經沒了心跳 隨著天色越來越暗 搜救困難度增加 有的消防員逐層搜索 有的在中庭拿出各住戶資料 唱名比對 還有人剛回家 就發現社區出事了 被嗆的啊 住六樓嘛 從六樓往下走 就一直被到四樓左右又太胖 我們到場的時候 那個三樓已經火性冒出了 農業很大 那全面燃燒 下午對說死者行動不便 加上獨居 海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